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被烟伤透的心 没错 这得跟大家宣传一下 香港医生说的 说抽烟血管硬化 硬化之后就坏死 坏死你知道会造成什么 这个心脏 从这个血 从这个房子 蹦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这不是穿了一个眼 叫半膜回流 就咚一下 咚一下 又回来一点 听完意思 那你现在还抽烟 我现在戒烟 就是出去不带烟 他自己 别人的烟抽 他只抽身手牌 他一天抽自己的烟 只抽一根 别人的烟就不限量了 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同命相连 你看我们斗鹅院有艺术细胞 你还有斗维 其实大家 被人叫过斗维二号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年代 都是一个喧嚣的年代 那种商业包装的年代 你不是斗维自己 在一个角落里 自己搞他的音乐 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挺好听的 斗维有很多音乐 我在车上就听 有他自己的调点 你知道吗 不过我为什么扯起斗维呢 我有一回看杂志上 有人采访斗维 斗维就说这个年代 说这个年代 连这个爱情都变质了 对吗 我作为他的本家 最近在新闻上找到了物证 这就是爱情变质 桃花运 这个桃花都能是假的 你你知道吗 在陕西同川的一个地方 就跟日本有这个樱花节 最近樱花节 最近他官方 当然他出面向游客们道歉 这个咱们就应该谅解人家 反正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桃花 这个气候晚了一个星期开花 但是游客5000多已经来了 所以当地的就怎么办 说我们为了烘托气氛 把那个桃树上都绑上了假桃花 绑假桃花 然后旁边放一个音乐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等你等到花儿多些年 这花永远都不谢了 你还假花 所以我说你看现在的桃花 这是个这个意象 现在的桃花都是假桃花 桃花运是塑料 塑料运 对爱情都是塑料的爱情 这你这有点不公平了 像桃花樱花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花 那真的是这样子 那日本你知道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呢 这个每一年可能提前几个月 他就会准确的预测 今年的三月几号到几号到四月的 他就一周的时间 他会给你一个很准确的预测 所以大家要去看赏音的时候 他就要集中在那个时候去赏音 那可能因为我们是办的第一届 对不对 可能还没有做这么准确的预测 所以就是桃花运的时间预测错误 所以搞出来假的 你们讲假 我最近在反省 对关于打假 我想出个好方法 我们不分析讲现象 不讲原因 我想出个好方法 就打假从自己开始 我现在想出个方法 就是说 我觉得自己晚上睡觉前 反正你对着你所信仰的东西 不管你是对着十字架 佛像 或者是 斗文涛的照片 可以 或者是你崇拜的比方说什么艺术家 或者实在不行你照镜子对着自己 就是你的图腾 就是图腾 想想今天有没有做假 我昨天晚上就做了 结果我一想 我一下飞机就做假了 做什么假 这种假就什么呢 你看看我该不该做假 我机场一出来 上一出租车 出租车一听 我到朝阳公园 他就嫌路近 你知道在北京是这样吗 朝阳公园这个路是比较近 没错 但又不算近距离 没错 所以一上去呢 我就知道他会不高兴 我一上去跟他打招呼了 我对不起 我这个路比较近 到朝阳公园 他说也不用对不起了 等一下到外面路口呢 人问了 你就说到大山子 是是是 这样呢 到立都 对 他呢 跑出去的地方 他就拿了一个回条 那个提条呢 然后呢 他也没问我 就里边的人就问他 说到哪 那他就带我打了 大山子 那里面看 我呢 默认了 然后呢 这就做假 但这种做假叫什么呢 我仔细想了一想 叫 善意的谎言 叫不损人利己 也不利己 不损人也不利己 而且呢 合乎人情之常 对吧 人家司机 他排几个小时 对 好不容易排到 拉你这么一活 对吧 但是 但是我一路在想 我这是错了吗 你觉得我这样的做假 错了吗 我每次都这么配合 他们说 这真的 我在北京机场 每次他都让我这么说 说到立都 你知道吗 原来你还常常这样 每次都这样啊 因为他就一能 他就慢慢聊聊 怎么倒霉啊 倒霉啊 我等几个小时 怎么等着你了 你怎么办呢 我还多给他点钱呢 我是不容易啊 帝哥挺辛苦的 那这个这个是我仔细想啊 这个事情其实任何假的东西都伤害别人 其实说不损人啊 只是不损了眼前这个人 但是你想他一多回来 对于其他排队的人 对对对 对严格说来还是个少 但是那个看不见 对你要胸怀天下的话 就天下不公了 但是呢 个人 个人 是合情合理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应该要做一个 不损人 不利己的做法 还是 不损人利己 不损人利己 那我的经验是 我凯宾司机 也是在那一带嘛 也是很近 我以前不知道说 我每次说我要去凯宾司机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不认得路 他直接告诉我不认得路 然后我问到第五辆车的时候 终于有人 跟你说 认得路了 然后我说 那为什么前面那司机不认得路 那么出名的一家酒店 他不想载你去而已 太近了嘛 那时候我对于 那个北京的那个地形 不是太理解的情况之下 然后 然后他在车上 他非常委婉地告诉我 哎呀 我们很不容易啊 排了几小时的队啊 拉你这么一点点路 这么一点点钱 然后那时候你就知道 啊 OK 就 加钱呗 哎 是是是 你加钱你没做假 但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是做假吗 你觉得 是啊 当然是做假呀 所以我 我觉得好 我们现在面对的假 一种就是损人利己的假 比较容易辨认 比方说 你奶粉里面加三区清安了 比方说染色馒头了 那个家的人都知道 我有好处 别人会倒霉 对 那这种是比较清楚 我们我们上次都讨论 那农民 那么朴实的农民 为什么还做这个事情 他为了对得起家里人 他可能为了父亲老父亲生病要钱啊 儿子要读书啊 他有一大套家庭伦理的道德支撑他 所以观音菩萨也不信了 革命道理也不听了 职业道德也不顾了 这种我们大概能够避免 至少我自己 我觉得我晚上要忏悔的话 照着镜子对着毛主席 我这种不做 但是刚才这种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有人找你 都问他拍广告了 跟你说150万 那有点好事 150万 那你说行 可最后呢 那张单子上来呢 180万上面写着 那你就问了 那怎么180万呢 那它很简单 那是国际品牌 那180万是人家大公司给的钱 但是我们之所以找你 不找广美 你看我们也很辛苦吧 你明白 你这个180万当中 有一部分呢 大家心照不宣 假如你不接受 可以我们给找别人去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是拒绝的话 你150万也没有了 这个 这种我称之为叫什么 叫利人利己的作假 你看你 你明白吗 谁都不损害 对不对 我做你的经纪人 我得了30万 那你得了150万 你要是跟我过不去 那我也不是给你了 碰到这种情况 你做不做假 哎呦 你说这个这个假呀 很多假已经成了 我们的人情事故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东西就很难说 但是你要严格来讲 你比方说我们 我们书生期来讲 你比方说税务局要查 你签的单是180万的单 可你实际上拿到150万 这个理论上这个是 这是犯法的 哎 反正我每次打低 真的真的 你要照这么说 那我每次回到北京都做假 而且你知道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怎么咱们这个北京机场 就是也不光北京机场 就是这个国内其他很多机场都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排个队 怎么就弄不成 你要说维持秩序的都有 也有 可是他一定给你弄个里里拉拉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排北京机场打低这个队 他最后也不知道弄成什么 非让这个旅客 说你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走出300多米 你知道吗 你去找一辆一辆车 一个一个去找 我不懂 你比如在香港 那么就排 车到了这上一个走 上一个走 为什么在北京机场这 他总要弄成这种 提这个行李箱 你到后边去找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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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干嘛要弄成这样 我替他们说说话好吧 我觉得北京这个方法还是好的 他加快速度 他把车大量的过来以后 把人成群的放过去 就这样的 你要想他这样一做的效果是 同时有五个甚至十个人 在同时上车 你觉得这个好 对他加快 你要是到上海的 那个原来的旧的虹桥机场 你要是去过你就知道了 他下来车极多 乘客极多 可是他上课极慢 他就是那么 一下来飞机下来 非得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能上到出租车 也就是他那个时候 我还每次跟他们提的 我说你们不能想个方法 让就是让乘客 因为车极多啊 那个等的也很长 那方面也很长 我觉得北京这还是好方法 本来徐老师是在说什么来着 我就是讲 我就是讲啊 就是我们社会的普遍的造假 我们大家都不满意 尤其是食品造假 对不对 证件造假 我这两天我自己反省 就是说连我们自己 我们算是出来帮社会说话 可是我们自己都在犯这些 就这些东西要是 还有更普遍的是 比方说你住的旅馆 人家开一个餐饮费的单据 对不对 这之类的话 这样的东西 如果非常普遍的话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呢 我是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可以给你们 这个当众忏悔 做检讨 就大家打假 这真是从自己做起 对吧 你晓得不了 这个 晓得不了 别人 要在修好了 请好了假 买好了机票 要去你所 你广美的那玩的多美啊 意大利 你知道吗 生能被意大利领事馆 把我给拒签了 拒签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报假资料 但是我就跟你讲 这是为什么呀 他这个就 我就跟你讲 这个这个假 为什么已经成了我们 人情世故的一部分 甚至你都无法拒绝 你就进去了 就是呢 我这个工作 很多时间是在香港 对吗 但是也有一些时间在北京 本来呢 我要去意大利旅游 我应该在香港办这个手续 可是呢 后来就是说 香港那边就是说 你得来面试一下 可是那时候 我又离开香港了 所以就没法弄 只能在北京办 那么在北京办呢 听说北京办的这个手续啊 比香港就反正更艰难 更反复 于是呢 我就问了我一个开公司的老板的朋友 当然我的朋友 我得感谢他 还得他帮忙 对吧 他说行你甭管了 你甭管了 帮你办 全 请让我帮你办 把你护照给我就行了 把货给他 什么都不用管 结果呢 就他秘书 给我办 我真得感谢 你看从私情上讲 我真得感谢人家 人家这个秘书呢 是为了省我的事啊 不要 窦先生麻烦一点点 什么我都帮你填了 因为他可能平常帮着这个老板朋友的朋友 他们组团一起去意大利 就是这样一收来 都是个秘书帮着办嘛 所以呢 就是说根本就不用我 但是偏巧那时候旅游忘记 意大利的领事馆 好好好歹不出 那个时候说非得见一次面 好 那个时候他这个秘书啊 这还想的简单 就说啊 他就是见见你 看你是个人就行了 就是 然后呢 到门口也没给我多说 他也没想到这么复杂 你知道吗 他说你就去 你就说你是我们公司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就 我好 那我就去吧 紧之扣 哎呀 出来意大利领事馆 一小伙子长得像个罗马小偷 你知道吗 他一看就看见我 我就发现 他是不是看见我 就满脸不信任 我是不是像贼呀什么的 他在窗口就看着我 看你长得像石家庄小偷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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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个什么 你去意大利干什么 这件 把我奔崩了 是吧 我说我是去旅游啊 他说你准备去哪几个地方 我犹豫了一下 去什么地方 你自己都闹不清楚是吧 然后又说 那个你们公司在哪啊 我哪知道在哪 其实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那大厦叫什么名 你知道吗 我就懵了 我在那 在那 去那 那方向 然后说 好 又又又跟你哼 然后说 你的那个什么 因为开始的秘书 就让我拿银行收入什么证明 我就给了他嘛 原来人家本身的要求是要你每个月 如果你说你是这公司工作的 每个月这个工资啊 然后他这么犯 睡单 然后又问我说 你在这个公司你是干什么的呢 我勉强记得一个 我艺术总监 他说这官听起来也很抽象啊 中文这么好啊 对 那他说中文 然后说 那你最近那个在干什么呢 我说 做强强三人行 没事 我实在不是该聊什么 因为我完全没准备 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撒谎 你就跟他说 你不看强强三人行 我就跟他说 不是 我就设法呀 怎么样能不说出假话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知道有个节目叫强强三人行 这招都用上去了 我说我主要操作这个节目 他说这个节目跟你这个公司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有点关系 他希望唤起人家的记忆 最后画他 走人吧 好 而且我觉得这意大利说实在的也挺狠的 你知道吗 按说来你要不签 你要怀疑我 你把我护照还给我不行吗 他不还 他一直扣到什么呢 一直扣到我这个机票过期 他才把你的护照划还 你知道吗 这就是造假 造假 我现在忏悔了 那我教你一个好方法 我希望下次意大利能够接受我的这个检讨 我教你一个好方法 但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作假的方法 但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你知道深根国家有很多很多国家 意大利 法国 还有很多 去法国最容易签 不是 法国最容易签 我跟你讲 去了法国就去意大利了 你下次要去意大利 你签什么意大利吗 你不管要去哪里 你就签法国的 法国最容易签 为什么我说在咱们中国人里这些事儿就人情世故的一部分 咱们不觉得 不觉得 就一个这个 我用不去偷去抢 但是呢 对于欧洲人来说 你要是 说话 光机给来个拒签 对 你下次就没戏了 对 不单是拒签啊 而且这个记录 你在领事馆这种地方 你说的是不符合事实 这他 这是其实蛮重的一个事情 那个 我接着你讲那个申请的一个东西 杨牧知道吧 台湾的一个诗人 他去申请那个香港的不知道一个什么证件 那个香港的那个 那个一名官就问你广东话他 还没本眼呢 还没 本眼 是本人来吗 杨牧就说 我不是日本人 还没本眼呢 是不是 广东话 是不是日本人 吵起来了 我就不是日本人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咱们就无所逃于甲之间 对 就连广美也在欧洲 你也得爆料 你也得爆料 对 那个 就是 您刚才讲的这件事情 我刚才就是让我体会到 就是说 在中国人眼中的 所谓的人情事故 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在外国人就觉得 你这是诚信有问题 而且你是蓄意的 对 而且会留下很快的记录 对 我去年的一个经验 我在澳洲 我在悉尼 在悉尼 悉尼 的机场 被扣了前后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还被抓进去 搜身 那种搜身是那种 他已经告诉你 你可能会引起你的 不安 不舒适的感觉 因为他真的是那种 安磨医 就是连复骨沟 什么各的地方 介于性骚扰之间了 是的 但是他是女士 他说你可以选择在外面 或者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次 我们也是一大帮人 一起到澳洲去旅游 那我为了要 带我先生体验一下 A380的那个飞机 所以呢 我选了一个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一个路径 大家全部直飞 我转机 我比较辛苦 但是就是说我可能 就是停的 我停的点比较多 所以呢 我跟我们大团队 那个大部队一起抵达的时间 是前后脚20分钟而已 但是他们比我们先出去了 我们比较晚 但是因为我们带这么多人出去 你一定要带一些现金的 你信用卡 你们的现金超过了 是吧 对 我们带了几万块钱的 这个现金在身上 但是澳洲并没有告诉你 你不可以带多少现金入境 是没有这个规矩 但是人家说了 你如果带超过一万以上的现金的话 你要申报 那时候我就看了这点 我心里想 申报的话 不就又得跟他说半天话吗 那我觉得带钱进去 第一我在你国度消费 是一件好事 第二我又不是 你不用替他想理由 你只要看规定 是 但是我就说用咱们自己的标准 是 理所当然 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还心里想 其实我包装的挺好的 应该不会被发现 我还放在一个巧克力盒子里面 看起来像一块金砖的感觉 结果呢 果不其然 就出镜的时候 那人就说 什么都不检查 就你那个袋子 要过X光 一过 他说你那盒子能拿出来 一打开 全部人一起 我也傻眼 我老公也傻眼 然后那个检查那个人也傻眼 他估计很少看到 有人真的会携带 这么多现金的 好了 钱太多也不好 好戏就开始了 他说请问你带这些现金是做什么的 我就开始跟他解释完 我们带了很多人出来 他说人呢 我说都出去了 他说为什么都出去 就剩你们两个 他说请你把人 找出来给我看 你就有理说不清 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要 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订婚 也没有结婚 所以就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你们带那么多钱来干什么 我就重复的讲 重复的讲 当然他不接受 不相信 他说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有没有钱 他把我身上所有的人民币 港币 就是那种连几块钱 连那种几脚 他全部 搂出来 他就觉得 因为他已经对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说谎的人 你已经没有诚信可言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只有这几万美金吗 我不相信 你一定还有 所以他对待你的那种 他是 那个时候 他就会把你看得 非常非常的低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一种 道德上的这种蔑视感 是是 他对你讲话的那个口气 他用的所有的英文的字眼 都是 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深深被侮辱的感觉 但是在那个时候 你是做错事情了 是 我当时也是 我对那意大利小偷 不是小偷了 我的意大利是 我就觉得 我说你凭什么用这种 你又凭什么这种眼神 看着我呢 当然我是造假了 但是你 哎 这些怎么说呢 哈哈哈哈 那真的 要留下记录的话 以后万一什么上法庭 你做证人 他都可以拿出来来 deny你的 quity 对 因为你曾经说过话 这个 每天检查一下 五日三行五四 我们呢 这个听一个别外国人问个什么话 我们不是想着说真说假 而是说 什么回答对我有利 什么回答对我有害 这个经常 就是问老 我这些人 你怎么办 就应该说 是怎么办 都不正常